我问个细节啊 你说一年前离开家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恋爱了吗 刚开始 刚开始 你知道对于所有理性的父母来说 一有娃他们就想了一件特别理性的事 这件事就叫离开 就是我养孩子养大了 就是为了跟他分离 不是为了跟他黏糊在一起 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物理距离上的 从物理距离来说 父母比你走得早大概是常态 你比父母走得早 那是非常态 理解我说这话的意思吗 理解啊 你一直说你自己没朋友 为什么这么漂亮一姑娘没朋友呢 我是那种人 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 喜欢跳舞是吧 所以跳跳舞做做直播挺适合你的 那不需要社交啊 你需要找一个能够陪伴你的 不是人 是一件事 你是开直播也好 去跳舞也好 是读书也好 去旅行也好 你现在真的需要这个 你得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你从孤独当中走出来 一年前那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对你来说 是场噩梦 现在还没醒 他说你总得醒啊 你得接受这个事实啊 如果它没有发生的话 我相信不会有人会让你在半夜 一点多钟去找你的男朋友 如果它没有发生的话 我相信不会你自己一个人喝酒 就喝到懵 然后开始伤到自己 对吧 你爹肯定是不愿意见到这一幕 所以对你来说非常简单 不要躲避了 你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孤独的时候 你就得走出来啊 学会孤独 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不适合把自己的手交到任何一个男人的手里 一段恋爱如果把两个年轻人谈得这么阴郁的话 那还叫爱情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宝宝 宝宝就是 我可能就是我真的太爱你了 所以就是给你的爱就感觉很沉重 我也没有想过你能不能承担得了 但是我会改的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以后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加在你身上 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么多 我才大晚上去找你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了了 你真的觉得你的压力很大 你可以 你可以放弃我 我都能接受这些结果 我也要想一想 我自己是不是适合再跟你继续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个观众看的肯定就说你们干嘛这样啊 你们干嘛这样 其实因为女生遭遇的这段经历 在女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应激事件 伤得也很深 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个现场去揭开她 这个事儿有生活阅历的朋友应该想到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姑娘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孤独艺人嘛 你们想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打击有多大 那我们肯定不便于当着她们的面去把这件事儿说穿 对她来说太难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那接下来就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了吧 请问我 我又说你回出来呢 我也出来啊 两位年轻人加油吧 用爱的力量牵着对方的手一直往前走 下面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朋友的浪漫